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网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徐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耳朵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浪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集回来讲讲 我和台阳也有两年多的时间 都不能够回来香港 因为疫情的问题 原来这两年内物价通胀方面 比我们想像中来得厉害很多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全世界都在发生着 香港都不能置身于其中之外 都是一样一起要面对这个通胀问题 当然了 我们就不是贴地在那一只去消费 不过我们都会看回政府公布的数据 我们看到BNO组加的方面 已经超过十多 对于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 大概是两个巴仙的通胀率 大家其实两个巴仙 我们记得了 比较早前的 对啊 一百元才是两元 就是这样的计法 对啊 我们还看到 英国那边的张坚廷 买了一批的 鸡翼 鸡翼 一磅钱 不是一磅鸡翼 不是一磅鸡翼 就是一磅英镑 就是一磅英镑 加了一个便市 十个百分之一 就是计算是一元而已 如果以这个比率来计 看到一些网民就说 感受到这两年来 是十个百分之一 如果以张大道的角度来说 十个百分之一 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啊 是的 这些鸡翼也是贵少少少 对他来说 可能的 一来他是地赤国有钱 赚不少 在香港 只要拿钱去英国玩 二来就是 自在认职 英国通常很厉害吗 他很厉害 但是也是贵少少 就是算 算回住在香港的人 是吧 有点是 那你十元 一元就不太有感 我都说了 一万元就不太计算了 一万元就一千元 先说一下 刚才唐莹提到 除了带着钱过去之外 大家不要忘了 张坚庭的外父是哪位 富豪级人马 那你觉得她的女儿 就算是怎样的话 又怎样会被她的女婿饿她呢 这一件事 老婆都应该有很厉害的 这个人生胜利组 她就是一件事 她就没有这样 香港市民就会投行 刚才提到 哇 大家认为10% 其实也挺金 我当她吃个早餐 三十多元 我当你33元 起码都加到你三十六七元 一个早餐 这个是 不是什么 吃个早餐 一般消费也很少 但是你看到数字贵这么多 都是肉赤的 当然 但是被张大道看到 三十多元加过三元 吃不起什么 小数怕长计 他们不用计小数 都上了岸 上了岸 不用计的 你还在岸游着去挣扎 有些网民说 茶几原来都加到很厉害 因为茶几跟你说 要去这些地方 可能会逼劫少少 搭桌 或者那些 姐姐比较粗声粗气 等等 或者那个环境 是窄窄的 都没办法 所以茶几有它的生存价值 不过都是香港的文化美食之一 有些网民提到 哇 我们是不是离了地 屋邨随便吃个午餐 差不多60元一个午餐 茶几 屋邨茶几 不是大渣哥那些 是吗 真的挺厉害的 是啊 穿茶几多 怪不得两送饭 这么受欢迎 你想想 两送饭吃得饱自己 都不用30元 就是啊 早午晚餐都吃两送饭 唯有是这样 才能顶得住通胀 哇 真怪不得 有些人就说 哎呀 我还在停留 在一餐大概45元左右 自己呢 那个荷包和心理上都没适应到 那就是啊 就是呢 哇 喂 喂 喂 屋邨那些茶几 可能做一碟 什么 腸仔鸡扒饭 然后淋一坨红薄薄的汁 然后给你汽水 烏里马茶 那些 你都吃得出去厨师腸而已 那一包厨师腸就花了多少钱 有十条 你只给你一两条 我还要烧的 煎也不煎 哇 这样吐完 哇 吃了六十元 多厉害啊 那有些人就说 过了两年 那是不是要70元吃午餐呢 那再过了五六年 是不是成足够呢 有些人就丐碳 就是人工也没加得那么快 以前的东西都没升得那么夸张 那是不是真的来货价季 还是那个铺租季 因为看到真的很多那些业主 都说要坚持 誓死要加价 业主都有压力的 可能那些业主也要供楼呢 供铺呢 这些压力是至上而下的 因为银行又加息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也是 压到它迫到那些业主加价 自然也迫到那些房客 即那些店铺的老板 都要在他们的产品上加价 只能够这样 一层一层地压下来 压到最后的话 大家就在这里说 哎呀最低工资 是不是应该要加价呢 就是要升才能追得到 但是如果你最低工资 一升的话 跟着那些老板又说 哦 那你们这些工资 又麻烦了 到时呢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 又会射回去消费那里 那时候那些餐又再贵一些了 哈哈哈哈 又是这样的 不灵地循环 很惨啊 所以这个情况下 有些人还说 哎呀 记得呢 就是房一吃到房四 那些餐 最多都是加加买 都是差几元的鸡 这两年来说 真的加得太夸张了 那些 乖乖了 还说房一 还说这么久 咸丰铺年的钱 是啊 iPhone也出了很多部 房一到房四 去到14了 不是啊 怪不得呢 我们有时看到那些什么 一日三餐 大渣哥 那些什么 螢光咖哩蛋饭 那些什么 光荣冰室 那些东西 哇 卖到这么贵 什么炸饼饭 都成五六十元过 然后我看到那些网民 是啊 原来我们离地 怪不得有些网民留言 很贵吗 到处都差不多了 我自己都拗了头 哈哈 哈哈哈哈 看来我们真的来了地 哈哈哈哈 是啊 很久没回去了 没回香港 离开了香港的物价圈 不是黄色经济圈 那些物价圈究竟是怎样的 有些人说 由35元加到42元 都觉得很贵 因为 因为 那也挺厉害的 我都觉得贵 35元到42元 你说35元到36元 37元都情有可原 一跳跳到42元 多了个四字 鸡肉赤 不是啊 还有上餐都加到50元 很贵 很贵 一般想着30多元 厚恨吃下饭 鬼估到这么贵 现在 算是这样的 其实是早餐 等于 一般份量也很少 是 早餐 即是 即是上餐和早餐没有分别 最多那个 那碟 不知类似火腿 还是什么 就给的丰富少少 略为丰富少少 卖过早餐 就贵了这么多 哇 上餐都50元 那也挺厉害的 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吃上餐的经验是怎样的 他有一碗类似面 或者粉的东西 接着呢 就搭一个什么牛油方包 或者什么火腿 哇 台湾也煮过鸣鸣就知道了 鸣鸣用很少蛋 很少 半只蛋 你加些姜粉 一只就可以开三只 哈哈 因为如果你砸不起它 而且你太厚 你的底部会焦 但是 最绵绵的 还是很生 你一幅火腿 里面很生 那就糟了 所以一定要很薄 是这样做的 是啊 是啊 没错 误笨的 是啊 比炒蛋更差 炒蛋也算多些蛋 但是那些蛋 根本是很薄薄一片 用很少蛋 是啊 即是你那个火腿鸣鸣 就是火腿丝 那些 那些 所以就算了 对吧 我心想 咦 其实上餐来说 那个成本 虽然一只蛋的成本 也很少 是啊 比早餐更少 那一碗 就是跟早餐卖剩的 就是给你吃的 我不是也是这样 没错 那些这么贵 哇 那些成本 我不知道 那些成本 是不是真的要到这么贵 如果这样来算 乘机加的 那些呢 一般餐厅都乘机加多一点 自己都想赚多一点 是不是 很多 不知道 在我印象中 上餐的成本 就很少 很低 是的 是 有些人就是 平时 又很痕 又想吃些东西 但是又不想吃得很饱 那 找些东西去吃 所以 一般来说 上餐做很小份 不是很大份 不是正餐做 嗯 现在说 吃过饭 较早前都是45至48元左右 现在55元就突破了心理关口 哇 那又挺贵的 原来不单止去茶记吃东西贵 有些网民就说去超市 买薯片也是 哇 原来薯片这么贵 薯片多少 那说我去年 还是卖20元左右的大包薯片为例 他说便宜的时候特价18-9元 贵一点的时候21元 但是去年 都是维持着25元 好像觉得被人抢钱 哦 这样啊 这样啊 又要问一下张大道 张大道的角度来看 都不是很多 是不是 都是十几个巴仙 几元而已 是不是 我真的不太明白 张大道的世界跟我们看 真的有些不同 大家觉得 几元都要抢钱 张大道永远都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不是吧 几元而已 他多花钱 他多花几元而已 对他来说是什么 但是一般工薪阶层的 天天都是 找招不得眼的 要多花几元买个餐 自知而言 是肉赤的 是吧 没错 等于这样 你买一包薯片 然后又去吃个早餐 又去吃个常餐 这样的话 你一天的钱 可能已经是欠了跟菜 这样的价钱 有些人就说 寧愿给多些钱 买外国的薯片 虽然也是叫贵 加得比较少 也叫心甘命底 我买一些贵一点的东西 相对来说加得少 我这样也可以 是我就戒了它 我就非试吃 还省得多 很惨 那种心态 我平时吃开的 因为通胀的话 令到我没得吃 那是为什么会 社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记住一件事 就是 大市场是少政府的 但是政府就不干预 只有这些 政府不干预的 对 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对不对 你没理由 入政府数 通质很厉害 政府很坏 搞得各市都坏了 这个不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是积极不干预的 香港政府是 政府不像内地的政府 内地的政府 可以对某些生产 或者某些资源 可以做一个定价 甚至乎增产 增加供应 来压低价钱 内地就可以 香港就做不到 没有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 都挺难搞 较早前 有些疯的 就会说 因为社会没有民主自由 政府做得不好 所以就有这样的通胀 我们出来争取民主自由 不过这支歌仔 人们都开始明白 是傻的 其实英国也是一样 怪不得 那么多人都羡慕英国 哇 看来这些东西比香港便宜 香港是不是很贵 什么牛油 有芝士 有鸡翅 有黄标 等东西便宜到震 就可以去买了 怪不得 有些人说 不如去英国好过 他们觉得消费可能会比较低 我们也说过 那边的人叫苦连天 通胀里 你不要让人听到 人家买都买不起的时候 就会说 很便宜 这些东西 真是划算 人家的心都肯定买 这个世界 总有些人 什么都买得起 我意思就是 一些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 其实对通胀 没什么感受 在通胀的情况下 有钱的人 赚的钱又更多 事实上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一般有钱的人 自自然有一堆生意 有通胀的 自自然在生意里面的服务 或者他们的产品又加价 到头来有钱的人 就更加有钱 在通胀加的情况下 还赚得更多钱 一般人没有那么有钱的 只能够承受这种 通胀带来的苦果 会不会是较早前 有什么电子消费券 记不记得 那时电子消费券出的时候 很多人说 有没有搞错 超市这么多 平时有减价的 不减的 是不是要烤我们 知道我们有电子消费券 是不是那时候 加了上去 现在没有减回呢 那段时间都买惯了 那就不要减回了 不会减的了 不会减的了 你加了就干什么减 是不是 作为你是店主 那些产品加了价 你会不会调低呢 除非旁边 左右很多店铺 跟你直接竞争的 他们一致调低 你才会调整 是不是 但是正常来说 一般来说 加了价的东西 就不会调低的 是不是 再说另一样 原来那些什么 50元单剪 即是很快的那些 有个吸尘机 放在头旁边 不知道 有些是前了脖子 然后剪的那些 很快的 就是剪头 剪草的剪 原来50元单剪的那些 加了加了80元 都挺贵的 那些还剪草的 对 剪草的 很噁心 80元 很多时候剪到 剪到 剪得便宜 其实我试过 比较糟糕一次 让他剪 我以为 好像挺有趣 挺过人 试一下剪 剪到不知所谓 戴帽 剪完那道弱智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作战自己 剪完 立刻想起个字 一部电影 呆老拜仇 这么有型 对 很可憐 然后有些人说 如果男士一个月剪一次头发来说 长远都是一拔开支 又是张大道的道理 30元而已 欠了 剪头发这方面 学一下社长 社长是自己剪的 是吧 是 自己剪的 是 我以前有同事都是这样自己剪的 自己有剪 就是在公司里剪的 最记得去剪一剪 不好意思 没有电 唯有不心电 剪了一半 有些人就估计 会不会迟些来的快展 全部要过100元 我想这个也不是梦 很快的 很快的 过100元 新西兰的快展 早就过了港元100元很久了 相对来说港元150元快展 在新西兰的快展 我说这样 台湾都有这些快展 都是100元 不过就是新台币 不知为什么 要花100元不少 其实是可以的 有些剪得很好 有些剪得差一点 他会帮你洗头 那么好 不过简单的洗 你不要预计它 就帮你搓 又按摩 洗完射完之后 就不帮你吹 它有个猪肉桌 有个猪肉桌 你自己拿个风筒子 吹完 然后有些棉花棒 给你挠 你挠着耳朵 你便走 总之 它剪完 就推你过去 帮你吹两下 洗一洗头 你自己吹完 便走 我见那时候 亲戚朋友 来到的时候 都会先剪完 即是底剪 底剪 底剪 底过瘾 先剪完 希望大家不妨 报料 留下言 说一下你有什么 感受到 通胀是很厉害 而且加了很多 我们组织一下 会不会一起 再拿出来 跟大家谈谈 好吗 好 李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